我是老胡 欢迎收看服务卡 关于抗疫 中央说得很清楚了 当前的形势存在一些困难 统筹各项目标和利益面临挑战 越是这个时候 我们越要团结 保持全社会的凝聚力 动员力 行动力 中央的信息最多最全面 为人民服务促进中国社会的福祉 是其始终如一的宗旨 我想说 在每一个特殊的时刻 相信党中央 坚决跟着中央的大政方针走 这是理性 也是信仰 保持抗疫中的团结 所有人都应尽作为公民的义务 但这当中 最为关键的是各地政府的表现 把动态清零政策执行的坚决 这意味着 不仅要对准清零的目标 还应该把握好科学防疫的过程 让人民群众真正感受到抗疫为民的温度 增加公众对国家防疫路线的拥护和支持 而不是用无科学依据的生硬一刀切 制造群众的不满和困惑 这对把动态清零在各地顺利推进下去 至关重要 说到这儿 老胡要称赞一下北京市 这不是因为我生活在这里 不得不说这个城市的好话 北京市这一轮的抗疫不断升级措施 导致更多生活和工作的不便 但是市政府要尽快清零的目标 与广大市民的利益高度一致 它尽量缩小公众代价的政策考量 则被民众广泛感受得到并且认同 这里也有漏洞和差错 也有牢骚 但群众的反应大多能得到及时反馈和重视 总体看 这座抗疫中的超大城市是团结的 人们对市政府的决策以科学为依据 并且充满智力善意 保持着信任 一个地方来了疫情 抗疫的特殊状态 使当地父母官拥有了比平日大得多的权力 当地官员如何统筹抗疫与辖区民众的其他利益 是惊慌的保自己的官帽子 还是为民众的福祉开展指挥 老百姓是能感受得到的 动态清零路线需要一个一个地方的政府带领民众战斗 国家的众志城城需要由各地的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汇集而成 所以说各地官员都要为全社会的信心 添砖加瓦 信心它不是喊出来的 而是由实际行动和效果支撑起来的 咬住动态清零不放松 同时真正体恤民生 用做戏做实的工作 把温暖送进每一户人家 坚决防止防控导致的次生灾难发生 各地都这样做下去 坚持就是胜利 一定会最终得到验证